好 在这个讲完之后 稍后我们有很多国际题 我要特别留给介大使 所以这个部分 我还是再请教一下亮哥跟委员 这个委员你先看 那你刚刚讲高雄国宾饭店 这个案子好像也开始烧起来 包括了陈其迈 包括了市府都有讲话 还有青绿的这个网红 也都讲话了 那一开始新闻大家都说 840台湾时尚最高 那是案件刚刚开始烧的时候 谁在带风向呢 赫然发现没有哪有最高 这边还有1142的 所以这个案子你觉得呢 他就合法吗 任何一个有问题的案子 他刚开始都也要编得很合法 包装得很合法 这样大家就可以容易睁着眼睛闭过去 这个高雄国宾饭店案子 最让人家质疑的在什么地方 他那个农机奖励36% 不像那金华城30%还用买的 他不用买 如果照他们民进党的逻辑 还有照个曾教授的逻辑 这是公共财是我政府送的 那你送那36% 你要给我讲个道理来嘛 对为什么要送 第二个 他说围绕建筑 是什么鉴定呢 找了一个结构工程师 就写一写说 然后你市政府说 核定了 这个是围绕建筑 那不是比都发局更简单啊 我随便去找一下一个结构建筑 重点是鉴定报告列为机密不公开啊 这个蔡英文的论文有什么不同 封城三十年吗 还是当做什么智慧财产决 你满得差不多了 我跟各位讲条文怎么写 这个围绕的条文写得非常的简单 屋龄三十年以上经结构安全性能评估结果之建植物 耐震能力未达一定标准则 我找谁啊 我花点钱找谁就可以通过了不是吗 那我要讲不客气的 国民饭店还在营业 前段时间还在营业 那你如果有危险的话 你不是让这些 这些住户有危险吗 住客有危险吗 如果说要老 三十年就老房子台北市一堆啊 台北市这么一堆 101不久也要超过三十年了 是不是当危老建筑可以申请重盖 可以奖励36% 没有错 老三十年以上叫老 我也同意啦 要结构工程师 你的结构工程师总该 至少精华案还有什么 公开展览吧 你有公开展览吗 照到你你的结构工程师的报告公开展览啊 你的精华案还是要公开展览说哎呀 我是什么理由哎呀这个案子奖励投奖励 农金率20% 哎这个理由5%这个理由3%这个理由多少 只有凑到20%他并不是大家所讲的说哇什么都市计划24条都更条例啊就准了28 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一项5% 两项3% 这个安逸打一半分凑出来的没有啦没有哪一种东西一个理由就可以拿到20%的啦 对当然就是说这个尖高雄市府有说啦 他说这个不涉及营业秘密的部分已经供住户申请啊 为了奖励是依法办理不涉及营业秘密的部分 换句话说也有涉及秘密的部分嘛 你建案不是通通要公展嘛 是啊公开展览啊 对啊就不太懂啊 公开展览你那个结果技术要证明这个是危险的房子啊 所有被列为机密的事情 而且像这个攸关大众的安全啊 对啊 这个东西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啊 那他又是我们看到这个容金率这个提高的一个关键原因 为什么要列为机密呢 光是这点就说不过去 我也同步请教一下亮哥好 因为亮哥很早很早就提到国宾的这个案子嘛 当时你就说哎对啊民众党为什么不去查呢 好现在开始查那民进党绿营都说啦 绿营都说哎呀这个案子不要这个拿这个比那个 那跟你们台北不一样啦 但重点在于第一个预定地的位置在土壤液化前市区 超高容积率会有安全疑虑 然后尤其会也在补刀 不可思议的就是你给了他为老荣奖很好啊 对吧 但是要保密他的这个结构鉴定报告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委员内好像讲了很多细节 但是光是保密这一点 对民众听得最懂疑心最大的 你觉得为什么 他就是应该公布结构鉴定报告啦 那他主要的差别是高雄有35 台北市只有33 所以他的起跳就是840 台北市有34 但是很少给人家 高雄有35 一大堆35 对 那高雄的35起跳就是840 所以他往上加就1142 那当然原建物的连线是42年了 那就是最重要就是那个维老建筑的鉴定 就这个部分 坦白说就是结构祭司 你是不是找够大尾的就过了 听懂了 哇一句话就讲到重点 不就这意思吗 对 然后就封存了 封存30年 真可怕 对啊 就是这个地方引起争议 没有不止诺实 唯老龙基奖利上限30% 他额外给他6% 听懂了吧 对对 6%利益也很大 人家那个奖励投资条例 你怎么算怎么算 顶多也是5% 多5%而已 你现在多了6% 水很深 就金华城 他的那个 增加容积率的那些项目 是大家不熟悉的 因为传统大家都是用都更嘛 不然就用围老嘛 以前还有开放空间 还有停车 还有那什么大马路退缩 还有绿化 还有绿能建筑 都有 回馈啦 不然都有 都有都有 对 那101的回馈 还包括协助盖捷运站 然后附近做公共艺术的装置 还有停车场 停车场也是 对啊 所以 可是这个就是 就是有一些案子 你就看到争议比较少 比如说我举例 西华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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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积是933 对 也超过840 是 那这个案子是 蒋万安去年8月通过的 那当初报纸有灯 大家说哇怎么那么高 可是后来也没有人在吵 因为那个老板正义性比较少 所以 那这个就不是就建物论建物 当然啦 当然啦 人是活的 建物是死的 对 那这样就复杂了 就变成老板是谁 市长是谁都有关系 你现在才知道嘛 你新来了吧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 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薈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感谢不吝点脸